好的 歡迎回來越視界喔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個神魔三國志喔 那我們這個又推出了新的活動 又來騙錢喔 那今天推出的新活動是刺銷神劍 那就又在神兵這裡又多了一把 那這把神兵可以提高全體的武將攻擊力3%跟抗暴3% 那幻化的屬性是可以重疊 所以說 我覺得屬性來說的話 基於屬性來說我覺得 可以強化課長的攻擊 那個爬數再加上抗暴爬數 所以這隻我覺得算是蠻推薦課長型的玩家 去把它課起來喔 我覺得這隻算OK喔 可以課 那我們就整個內容稍微講一下就好了 那要拿到這把所謂的永久型幻化呢 他必須要拿到這個所謂的神兵令 那神兵令總共要120個才能拿到永久幻化 那對於五顆玩家你就不用想 你就是把神兵令給熔化熔煉掉就好 那熔煉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你就有機會可以去 去拿到那個免費白嫖的一把 一把這個幻化的那個 像現在的話大概幻化這裡的話 熔煉池 那目前是4080左右 那我要再的要有的話恐怕看一下喔 要滿的話要來到還差一千多 一千八百二十左右 才能去拿到一把這個要課金的武器 那我覺得五顆就慢慢弄就好了 那再來看到這個珍寶 珍寶四級部分 神兵多寶就不講 因為這裡的話等一下再講 他其實是18次就保底出個心儀獎勵 那有課玩家當然是選這個 五顆玩家的話就選個這個吧 我覺得差不多就選這個就好了 那通常都不會中啊 五顆玩家通常都不會中 所以就選心酸而已 單純選心酸而已 那四級來說的話呢 其實其他都還好 武將部分的話我建議的話 如果真的硬要儲值的話 我覺得這包還可以 但我覺得我非常不推薦 在這個系列裡面做儲值 我覺得還是滿燒錢的 我覺得不推薦啦 這幾樣我都不推薦 如果硬要儲值的話 就有這袋子跟觀印吧 你就硬要課的話就可以 就課這個 那個人基本上是 絕對不建議去課這東西啊 那神兵縣士的話 主要要跟大家分享是 就是黃骰子使用時機 畢竟他有兩種骰子 白色呢是無法指定 你的要前進的格子數量 數目 那黃色則是可以指定的 你只要按下這個 他就會讓你選擇 那使用的時機的話 點錯了 使用的話呢 我覺得你當天下來 假設你都踩不到這個攻擊的點 那你就可以去使用 去踩這個點 因為畢竟後面這個地脈魔礦 地脈魔石的話 要解任務他必須要去開啟這個 所謂的那個 神兵 參加神兵奪寶 那你如果 沒有去採到點的話 你就拿不到鑰匙 那沒有鑰匙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去參加奪寶的部分 所以說原則上 如果你踩不 就是整天下來 回復的點 弄不掉的話 踩不到的話呢 你就可以用黃色彩子 硬去踩這個點出來 那他還是有回復時間點 那再來的話 他是三個小時回復一個普通的部分 那你也可以花圓寶去 購買尋龍骰 尋龍骰就可以讓你去 直接踩到你特定的點的部分 那我覺得不用刻意花圓寶 如果到時候真的踩不到 你再花圓寶去踩就好了 那除了踩 如果說你靠白色彩子 踩得到點的話呢 哪幾個點 是我覺得你要 推薦你要去踩的呢 裡面真的沒有什麼特定的 特別好的東西啊 唯一需要應該是招賢令 因為大後期來說的話 招賢令可以不管招神魔 或者是說 你需要大量招賢令去 軍組去學技能 所以說招賢令是 裡面唯一推薦 可以去用 使用黃色骰子去踩的部分 就是說你前期的話 如果說一開始 就可以踩到這些點的話 你就可以保留大量的黃色骰子 去過這招賢令 那建議呢 基本上每天只要骰十次就好 你不要骰超過 多餘的次數留著 隔天要解任務用 因為畢竟地礦魔賣的話 解完你還可以拿到一些 一些這個東西出來 我看一下喔 這裡還有三個這個 三個刺銷令 三個刺銷令 五把 那這裡等下還要再改一下好了 好 那再來的話 奪寶商城這裡的話 就要跟大家分享 最終 我們在這個所謂的 神兵縣市這裡可以拿到幾個 原則上八個點 四個 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點踩完之後 你可以拿到十二個神兵令 那中間這個應該是八個令 所以總共你還缺一百個令 為什麼缺一百個令 因為在這個奪寶這裡的話呢 他是每十八次可以出一個星移的東西 那星移你選擇這個二十就可以直接 就一次就是二十嘛 那我們前面二十個 一百二十個才能換到這所謂的 永久幻化的話呢 我扣掉白嫖部分 就還差一百個這個令的部分 那就表示說 我必須要還在商城那裡去買 一百個那個令 那不是一百個令 你說錯了 買這個鑰匙去開令 那開出來的話 我必須要有這個所謂的十八次 十八次的話 十八次之後保底一個嘛 才可以拿到一個所謂的二十個令的部分 那我就還要五次部分 因為一百除於那個二十就是五嘛 所以說是五次 那總共我還需要這個所謂的九十把的鑰匙 九十把鑰匙 那我從這個所謂的神兵線是這裡的話 可以白嫖到六把 那我這裡漏打的部分 在這個地礦魔脈這裡的話 如果說是有客玩家 如果說是有客玩家的話 是有機會可以拿到這裡三把 然後這裡 五把 所以總共是八把 所以說這裡還會缺 大概七十 七十六左右 這打錯了 好 七十六的話呢 你就必須還要在這個所謂的商城這裡 去購買七十六 那原則上只要這裡購買兩包 就七十二了嘛 那還要差四把 那你只要再花五塊美金就可以 就可以 這個就比較便宜了 五塊美金 那總共是三十五塊的美金 就可以買到這個 換到這個所謂的部分 那原則上我建議是先一包一包買 因為它你說不定可以在 保底之前就可以抽到 那你就可以省下鑰匙 多買這個所謂的鑰匙部分 那原則上 應該如果沒有錯的話 至少至少都要兩包這個 至少那原則上這個的話 我看一下喔 三十五美大概乘於二十七點八吧 大概落在九百三十七塊左右 九百七十三塊就可以 大概就可以買到這一把 這個所謂的神兵利器 那如果說計算上有任何錯誤 或者紐漏部分的話呢 也歡迎各位 愈有在下方留言讓愈世界知道 或者說 分享的資訊上有任何的錯誤 你也可以在下方指證 那就祝福各位可以拿到這個 帥氣的神兵 說帥嗎 句子算也還好 不過就這樣子吧 我覺得遊戲來到末期 大家如果說覺得 小小課金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不要課那種好幾千塊的 你就課個一千塊兩千塊 我覺得一個月一兩千算還OK啦 還OK 就給神魔三國志小小支持 那它也還有機會可以慢慢的移民下去喔 好的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